因為委託是你做的 其實那個網站 我就從頭來講 就是基本上 臺北市政府就是看到 我們最近之前有寫書過 天龍特工地就是把工藝地變成網站 看得到形狀啊 分販什麼 臺北市其實有接近六成土地 就是工藝土地 不過他們現在是先特別針對 低度使用的資產資料 例如說閒置的工藝空間 或者是房地或者是土地這樣子 那所以大概這半年來 就是有財政局、資訊局、地震局 跟依法人局 還有清潔事務委員會 民間的一些社群大家互相幫忙 從資料的部分跟扣定的部分 還有一些 就是把它放在網頁上面 現在是可以查看的 所以剛才有看到那個 有個室友空間的查詢的平台 那時候因為 圖片那個功能是沒有把它做到 然後他們 因為要開記者會 所以就很緊張 來負荷看有沒有什麼人可以幫忙 所以才知道 現在是你的 不過然後記者會也開了 所以 現在就看看他們下一步 有什麼想法 總之是 現在市民可以在這網路上面 看得到 某一塊地它的形狀 如果是建築物的話 目前只能是點位 因為有一些困難要突破 就是說門牌跟建築物輪廓 這個資料還是沒有對起來 還是有一些對不太起來的感覺 所以這部分 反而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試看看 當然 比較完整的資料都是官方資料 因為官方才有 每一棟建築物的輪廓 加上門牌的比較精確的資料 好 那這個是一些協助的歷程 我就跳過 不過我其實今天是想要再分享一些 例如說在新北市政府 他們也開始針對一些 也是閒置的空間來做探討 那這個是在 新滿特區附近的一個 公有宿舍區 那是1963年就開始 1969年興建 接近50年這樣 就是 基因應該講就是閒置的空屋 那當然以前是做住宅的時候 那這樣的討論 例如說它有99戶 但是很多是空的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用實體的模型 像紙盒啊 或者是看起來很像樂高的東西 把它做一個 像是小玩具 然後讓參與的人 來討論說 哪一棟的空間 要做什麼樣的活用 那這是實體的做法 那所以我們現在也在看 有沒有什麼 像是線上工具 可以協助的部分 現在還在收集一些案例 例如說有比較 都市規化尺度的 也有像是 比較邏輯性質的 用一些是規化工具 輔助 那這些我們都還在盤點 然後也在看看說 到底是一個 要寫成字才可以建構起來 還是說它是一個 甚至網頁性的服務 那這部分 大概都有一些盤點 那如果也有 知道新的工具 或是比較適合 一般開發者的工具 的話 都可以再自動 那最後一個 是想要再介紹一下 沒有了 好啦 所以總之 公共土地其實 其實是可以 比較整體性的去看 然後有 任何想法都可以再找我 這樣 謝謝 謝謝 老師